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篮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话有重开日 赛季终有回归时 我胡汉三终于回来了 告别漫长的长草期 总算等来了新赛季的揭幕战 常规赛揭幕战 不过 揭幕战的首战 篮王算是给各位观众喂了一大坨 休赛期声势浩大 各大媒体都把篮王预测为新赛季的夺冠最大热门 然而上来就被未免冠军熊鹿 摁在地板疯狂摩擦 做事让人有点意外 两支网红球队多安排了揭幕赛 篮王这边拉胯了 那胡人呢 要是胡人和篮王集体输球的话 那这新赛季首日的赛后只能用热闹来形容了 该开会的开会 一个都被想着跑 篮王这边沐浴更衣之后 一个个来到了会议现场 等待胡人中将入席 至可惜詹姆斯在门口带头吆喝一声 你们继续在这里做 我们去去就回 然后用试一百二十一比一百一十四战胜胡人 取得常规赛开门红 期待已久的节目战 讲真 打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超级晚的节目一个都不能错过 超级晚的节目也同样如此 双方的比赛从热身边已经开始 赛前的库里 俨然开了自描挂 logo三分一头一个准 詹姆斯 戴维斯 贵贵纷纷上演扣篮 扣得篮筐兜兜三斗 实在是太强了 老詹身先士卒 以身作则 用自己强硬的表现给大伙掌掌湿气 一概季前赛六连麦的腿气身屁 六球一的老詹上来就把前进当给挂满 开场仅七秒不到的时候 就开始策动进攻 半场助攻小乔丹完成空间 帮助胡人拿下新赛季的首个得分 接下来老詹的存在感拉满 允球投篮 被打后仰 筐影都有 半场结束的时候 老詹就已经贡献了18分 超越了马龙成为了NBA历史节目战得分王 一年无数个记录 老詹的传气还在输血 进攻的火力十足 同时防守端老詹也是不留余力 查巧但中路突破 老詹测意不防完成遮天盖帽 这反应速度 这弹速 32岁的微少在露人了 赶快37岁的老詹却在不防 完成封盖之后 老詹还不忘装了一手 球在眼前不急着就 留足时间给摄影师和观众拍照 可恶啊 又被他撞到了 然而这种和谐的场景 仅仅局限于热身 比赛一开打 库里和微少迅速进入 互相喂饭阶段 库的打铁声邦邦邦 龟的打铁声 端端端端 两人竟然眼前二重走 偷懒搭铁也就罢了 谁知库里还擅长整花火 明明已经上进了球 他竟然伸出小手 弩拉篮框 惨遭裁判判罚进攻干扰球 面对库里的整活 勇密倒是能忍 毕竟库里这赛前进半场三分 比赛状态必一落千张 这事情早已经众所周知 再加上斯泰普斯中心的 篮框堆库里有自动防御功能 也不是什么大秘密 而龟龟就没这么好运了 短短两个小时的比赛 老白已经在弹幕上 看见了不下一千句 微少到底有什么用 还有人说 微少快去电子场吧 就从这场比赛来看 忽人还是那个忽人 但问题是微少还是那个微少 我看了这话当时就不乐意了 你们凭什么说龟龟没用 没看到他在场边鼓掌 有多努力吗 但除去鼓掌 微少爷确实应该多做点贡献 忽人换微少回来 是为了帮助詹姆斯分担持球压力 而今天呢 微少各场上当定点投手 这哪里是解放詹姆斯 这简直是给老詹家的难度 比赛直播播到一半 还特地摆出三巨头的数据 詹姆斯 34加11 戴维斯33加11 微少8加3 老波间这是在放数据吗 这简直是在搞针对 扎一看没一点空间 但实战效果居然真的不错 龙梅跟着詹姆斯学会了突石冷剑 两人你一球我一球 你一个后仰两分 我一个干把三分 居然双双砍下30加10 龙知道的加盟 也是值得庆祝的一个亮点 虽说这场球龙多有点迷 打得稍微有些下饭 但从他给龙梅传的一些球来看 放军连小黑身上 简直是想都不敢想 因此 这对组合还是值得期待的 库里最终21投5中 在严重失常的情况下 用微少的方式 拿下三双带队赢球 20分的普尔 15加11加4的别利查 13分的达米恩里 10分的一哥达拉个个都打出了 纯土匪的济世感 而胡人队这边 确实该好好考虑一下了 当詹姆斯 戴维斯手感齐高 半场大幅领先的情况下 依然输球 胡人该怎么用微少 微少到底该摆在哪个位置上 好好想想办 季前赛微少打得有多烂 老白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相比季前赛不一样的是 微少今天大部分时间算是收敛了一点 自己状态不好就减少了吃球和传控 多和老瞻龙梅打打配合 但和季前赛一样的是 微少进攻端毫无起色 防守端也是偶尔会漏人 想想胡人交易 微少的初衷不就是想 他在常规赛帮助老瞻龙梅分担压力 好让球队一个健康的姿态 进入到季后赛吗 这不分担压力不成 还有点像是让老瞻和浓眉负重训练 看到微少这表现 老白想起了网友的一句话 偶尔让哈登和杜兰特的球迷理解了詹姆斯 而微少则是让詹姆斯的球迷体谅了哈登和杜兰特 微少供不上火力 偶尔还会上头犯病 上篮打铁 食物送得分 各种秘制操作 全队上下的正负值都是比较正常 大部分都是正的 只微少是负的 还是负23 这就显得格外扎眼了 上了就被勇士追分 下了胡人就开始追分 都是在追分应该没有什么不同吧 胡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带有领先的 但也遭不住微少这一点一点的把分叉给送出去啊 而且詹姆斯手也难敌多拳 勇士第四节追分架反超 一下子将局面反了过来 好家伙 老詹已经带着队友离开会议现场了 然而微少也是重情重义 也跟着吆喝一声 大哥三弟 怎么能落下你二哥呢 而詹姆斯在赛后也对微少进行了喊话 在赛后詹姆斯谈到微少的时候表示他看起来并不适应 他有些情绪上的紧张 我并不担心他 但是他可能想法有些混乱 他现在需要回家看两部喜剧电视转移一下心情 我不想对他要求的太过于苛刻 做好自己就行了 随后微少在接受采访被问到如何看待詹姆斯的言论 他说到没什么 我们聊过了 我不是喜剧演员 我也不喜欢看那些电视剧 随后再被问到新赛季的场军三双还是自己的目标之一吗 微少表示当然 我昨天已经告诉你们了 场军三双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 他说明你自己体现了个人在比赛中的价值和影响力 当然这是一个其中的目标而已 我的最终目标是帮助球队赢球 并且在这个赛季可以夺冠 我们的阵容已经是联盟最强大 接下来就是要进行磨合 随后被问到如何看待龙妹向自己提的建议时候 微少表示我知道 我会做好我的自己的 我接下来会增加自己的得分侵略性 看好吧 下场比赛我会完成复苏的 今天是我的首秀 球队的输球责任都在我 是我失误太多了 并且有些投篮明显是可以进的 但是今天就是进不去 运气稍微差了一些 通过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出来 微少想要场军三双恐怕有些困难 球权大量的集中在詹姆斯手中 其余的球权就是别人平摊 而进攻的终结点则是浓眉 偶尔的几个单打也是安东尼 微少的戏份确实非常少 现在他必须要提高的就是自己的投篮能力 要不然他还真不如波普实用 尽管沃格尔 詹姆斯 浓眉各现阶段对于微少的态度仍是信任 安慰 但是这种忍耐还能持续多久 其实 沃格尔早已对微少不再信任 六场几前赛后 沃格尔就拿走了微少的球权 让其更多的出现在无球段 我们都知道 微少的威胁就是有球在手 如果拿走他的球权 无异于让微少自费武功 所以 这场比赛微少打得不像自己 詹姆放开论 结果还是输球 显然沃格尔这样的改变 就是充满了对微少的不信任 也让胡人四换三的重榜交易毫无意义 毕竟 胡人引进微少最大的期盼 就是缓解詹姆斯的传控压力 让胡人有第二个强大的持球点 如果沃格尔依旧坚持 让微少出现在无球段 那么 微少势必在胡人打不出该有的水准 成为攻防两端的大漏洞 胡人这笔四换三的交易 也被验证彻底失败 毕竟库兹马和波普 能在防守端有不俗的贡献 波普的三分能力也相当了解 如果交易希尔德或者布罗格等 胡人还有不错的心境空间 去签下其他有实力的球员 继续地消费